第七十章 名分之争 哥 姐 你们别站在不动啊 这么一大桌韭菜 快过来吃啊 看着李五鸭没心没肺地坐上了饭桌 李三郎和李二鸭都面露无奈 李二鸭走了过去 这个时候你还吃得下去 李五鸭当即就到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谁也别想影响我吃饭 我可不要饿肚子 肚子空空地感觉太难受了 见李三郎 李二鸭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 不由道 哥 姐 那蒋家人目前对于咱们来说 就是陌生人而已 你们还能因为他们不吃饭了 李三郎走到桌前 端了几个菜放到另一边给李长森 金月娥留着 然后才拿起筷子开吃 五鸭说得对 咱们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不能被别人轻易影响 李五鸭边啃着卤猪蹄边点头 哥说得太对了 这猪蹄真好吃 姐 你快吃呀 下午我们还有客呢 要不人人都爱下馆子呢 这酒楼里的菜就是好吃啊 等药铺开始赚银子了 我也要天天到酒楼买菜吃 吃了两口 李三郎就放下了筷子 两个儿子都想要 这我能理解 可是 爹和李家子当年被抱错 这又不是什么说不得的事 他们为何要编的借口 说爹是养在外头的 李五鸭放下手中的猪蹄 慢条撕里道 还能为什么 为了保护那李家子 怕他遭受非议呗 我们都能想到 爹和李家子是被李老娘故意调换的 我就不信蒋家和石家不清楚 之前我把话头故意引到李家上头 可是那位蒋大夫人直接打断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 无非是想将这段给瞒下来 想让我们好好和那李家子相处 基本之原因 就是觉得那李家子的价值 比我们的大罢了 能为蒋家 石家带来更大的利益说着 顿了顿 也是 养了三十多年 想来也费了不少心力 这付出的越多 就越割舍不下 这点倒也能理解 李二丫看了过来 既然你能理解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发火了 李五丫 因为我是爹的女儿啊 理解是一回事 立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肯定是要站在爹这边 保护他的权益的李三郎冷亨道 保护李家子 那爹呢 爹在李家受了那么多委屈 如今他们还想让他好好和李家子相处 他们就没考虑过爹的感受 李五丫没价值 自然就用不着重视 用不着处处周全 在他们看来 把爹认回去 已经算是对得起爹了 至于感受心情什么的 反正又不是他们难受 谁会在乎呢 李二丫也放下了筷子 既然他们这般不重视爹 就干脆别认呀 认了又不好好对待 这是何必呢 李五丫笑道 姐 你没听那十家管家和嬷嬷说吗 十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 人家看重的是十家血脉 不是爹这个人李二丫气氛道 既然这样 那下次蒋家人再来 就别让他们进门了 直接和他们说 我们不认这亲了 说完 饭也不吃了 直接回房去了 李五丫见了 大喊道 姐 身体是自己的 别用别人的错 惩罚自己呀 李三郎见李五丫 又加了一大块猪蹄来啃 有些失笑的摇了摇头 菜是好菜 可惜他也没胃口 你自己吃吧 见李三郎也走了 李五丫满脸的不赞同 瞧瞧你们 多大的事啊 连饭都不吃了说着 看着饭桌上的菜 发愁道 这么多菜我咋吃得完呀 天气这么热 别搜了这一刻 李五丫格外的想念 李七郎这个吃货弟弟 有他在 饭菜肯定不会浪费的 两个钟后 李五丫解决了大半桌的菜 挺着圆鼓鼓的肚子 将饭桌收拾了 然后叫上李二丫 就去乔娘子那里上课了 他们一走 李三郎也出了门去了标局 因为以前在羊马场当过差 标局里的马 现在都归他管 前些天总标头 得了一匹好马 一直没被驯服 他想去试试 李长森和金月娥 一直到了天黑才回家 到家后 就将家里孩子叫到了身边 石家要接咱们回京城 你们是怎么想的 李三郎看了看弟妹 认不认都可以 我们听爹的李二丫 不认也无所谓李五丫 爹在哪里 我们的家就在哪里 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李七郎 我没想法李长森悠悠道 石家是伯爵府 门地地位 比我们可要高出好几个阶层 认了 对你们的前程有好处李三郎 用不着他们 我们也能自己 驳出一番前程来 李长森叹了口气 爹相信你们 可是太难了 跑标的这几个月 他对边关诸城 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好地方几乎都被高门富户给占了 小老百姓 想要攒下一份家底来 很是不容易 就像在迭岭关 因为没有好的家事 没有好的人脉 哪怕他杀敌是最多的 但还是 只能当得小小的市长 三郎这般出色的孩子 考个辅学武学馆 都能被人顶了名额 是 明年还能再考 可是随随便便 就出现考生名额 被调换这种事 他对荣成这辅学 也不怎么看好 在荣成 选择的机会太少了 三郎就算进了 辅学武学馆 日后也只能上战场 战场上的危险 他太清楚了 还要让孩子走这条路吗 若是没有办法 也只能咬牙忍下了 可如今有了更好的出路 他不想孩子 重复他的老路了 去了京城 就算是考无举人 三郎的选择也会增多 李长森又看了 看李二鸭 李五鸭 李七郎三个 二鸭今年就要满十四了 明年就要急机了 一急机就可以说清了 要是回了十家 说的人家 肯定要比他们自己找得好 还有五鸭和七郎 两人年纪还小 还能受几年教养 前程绝对比待在荣成 要好很多 李五鸭瞅着爹娘的脸色 看出两人为了他们 心里已经有了决定了 想了想说道 认清也可以 但是 前提是不能让爹受委屈 李长森自嘲一笑 十家是伯爵勋贵之家 他们肯认我 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李五鸭 爹 那个李家子还在十家呢 我知道 你为了我们愿意受委屈 可是 我们可不愿意啊 金月娥瞪了眼李五鸭 你爹是为了你们好 你有什么好不愿意的 李五鸭 娘 你想啊 要是我们就这么 随随便便地回了十家 任由他们含糊不清地介绍爹 到时候 我们肯定会遭受 别人的指指点点的 而那个纠战雀巢的李家子 却能安然无恙 这凭什么呀 爹本来就是受害者 凭什么 还要让他来承受这些非议啊 还有 若是李家子 还一无既往地留在十家 到时候我们去了 肯定被会拿来做比较的 上到爹娘 下到我们兄妹几个 一个都不会被落下的 伯爵府肯定跟我们 平日里接触的不一样 你们自己想想 那种被人整天 比来比去的场景吧 李长森眉头皱了起来 看来他还是将问题 想简单了 因为只要自己 受点委屈就是了 没想到 还会有这么多麻烦事 金月娥发愁了 那怎么办呢 难道就真的不认十家了 李武鸦摸了摸下巴 十家 作为伯爵府 认了 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但是呢 凡是有利就有弊的 回了十家 我们是能获得些好处 但是相应的 我们也要付出一些别的东西 高门大户最是看重利益 我们要是不能给十家 带来好处 加上又没有感情 时间久了 也会讨人闲的 到时候试试看人脸色 真日子得多难过呀 这是到底是好还是坏 还真说不准 所以爹 你真的用不着 这么快就做决定 反正今天 我们也向蒋家人 表明了态度 我们可以回十家 但是得堂堂正正 名正言顺地回去 不接受任何下边的借口 看看他们怎么做吧 尤其是十家 他们要始终偏帮大的李家子 我们就是回去了 也过不好的李三郎 开口表示同意 爹 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们的前程 比起我们的前程 我们更在意的是你 不认十家 我们或许会过得辛苦一些 但是只要我们一家人 齐心协力 一样可以将日子过好的 李二鸭和李七郎 也跟着点头 李长森神色动容地看着四个孩子 拉着金月娥的手 有你们陪在身边 老天待我 还是不驳地经过李五鸭几个 一通劝说 李长森没再一直纠结认清的事了 之后的日子 该干嘛干嘛 并没有因为蒋家人的到来 而打乱生活节奏 蒋安帮派人打探到 李长森一家这么淡定 暗暗有些着急了 有心想出面和李长森谈谈 可一想到蒋安太的叮嘱 又不得不按下心中的急切 再等等看吧 也许长森一家还没想通呢 姐 咱们巷子口每天都有人在哪里守着 是不是蒋家派来监视我们的人呀 李七郎上完课回来 立马就跑来找李五鸭了 这些天每天他都能在巷子口 碰到不同的陌生人 李五鸭 只要没招惹到你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李七郎 瞅了瞅低头苗红的李五鸭 姐 你真的不想认识家呀 李五鸭抬头看了看李七郎 笑道 没有啊 要按我的想法 认识家对于咱们来说 利大于弊 咱们家吧 爹是有能力的 武力也不错 我们兄妹四个呢 也都是人中龙凤 去了京城 那就是龙归大海 这人吧 除了要有本事 还得有施展才华的平台 能力有了 平台也有了 或许身份地位也就容易多了 别的先不说 认了识家 你和哥至少可以少奋斗一二十年李七郎不解了 既然这么多好处 那你干嘛还劝爹不要搭理蒋家人呢 李五鸭放下了手里的毛笔 七郎 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吗 人和人之间的较量 从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就开始了李七郎点了点头 我记得李五鸭 石家舍不得放弃李家子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想将爹接回去 蒋家还在从旁偏帮 他们这样 就是在试探爹的底线 爹若是妥协了 一开始他们或许会觉得爹受了委屈 可时间一长 就会觉得爹回石家是占了大便宜 毕竟我们家和伯爵府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 然后就会心安理得地 让爹继续委屈下去 连这种委屈都能受 那日后 爹但凡和李家子有了矛盾 那么多半的 别人会劝说爹退步 一步退 步步退我让爹不搭理蒋家 就是要和蒋家 以及蒋家背后的石家拜拜手腕 从六月初九过后 蒋家人就再也没瞪过门了 你以为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在吊着我们 等着我们主动求上门去呢 现在就看谁更能沉得住气把说着 哼了哼 认了石家是有诸多好处 但我们也不是非认不可 不走捷径 也可以得到想要的生活 李七郎挠了挠后挠少 咱们掰得过吗 既然李家子是石家精心养大的 他们肯定不愿意放弃 李五鸦重新拿起了毛笔 放不放弃是他们的选择 名正言顺地回去 是我们的底线 七郎 这是咱爹和李家子的名分之争 有了正当的名分 日后回了石家 我们才能挺直腰杆 爹才是受害的一方 他不该不清不楚地回去 替那李家子吸引火力 承受他人的指指点点 李七郎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犹豫了一下 姐 石家和蒋家这般形势 我都不想认他们了 李五鸦顿了顿 石家那边的态度 其实还有些说不好 蒋家的管家 是一年多年前 去的天领屯调查咱们家 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蒋二老爷 是上个月来的咱们家 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才知道咱们的存在 他走之后 不到一个月的功夫 石家就来人了 我猜测啊 最先发现咱们的 是蒋大老爷 但他把这事给瞒了下来 后来蒋二老爷知道了 就告诉了石家 石家一知道 就派了人来 从时间上推算 石家还算重视 爹这个血脉 上次咱们和蒋家闹得不欢而散 他们肯定会写信告诉石家的 等等看吧 看看石家那边的选择 看看他们是更重视 自己养大的养子 还是亲生的儿子 咱们也要多注意一下爹 看看爹到底想不想 回京见亲生父母 若是想 也不是没有办法李七郎 什么办法 李武鸦笑了笑 石家 蒋家看重李家子 是因为他的价值 要是我们展现出 比他更大价值 你说他们会选谁呢 第七十一章 选择 武昌伯父 石正坤一下了职 推却了同僚们的宴请 直接回了伯父 最近这段时间 家里气氛有些古怪 让他心里有些不安 他去一祥堂请安 母亲一次都没见他 虽说次次都有合理的理由 可他能感觉到 是母亲不想见他 可是为什么呀 还有父亲 以往父亲见到他 少不得要勉励几句 可如今见到了 略微说了几句话 就会走开 有一次他甚至发现 父亲竟在故意绕道堵住他 大哥也很怪 看他的眼神很复杂 每次都还要叹口气 石正坤忧心忡忡地回到了一文院 一进屋 看到曾雨薇就问道 打探到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曾雨薇摇了摇头 大嫂那人的口风有多紧 你是知道的 他要不想说 我可没本事让他开口说着 顿了顿 相公 是不是你多想了 我瞧着家里一切正常啊 石正坤烦躁地在屋子里走着 不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还跟我有关走了两圈 直接到 不行 我得找父亲母亲问清楚 见石正坤快步走了出去 曾雨薇连忙跟上 两人直奔一祥堂 可惜到了院门口 再次被拦了下来 四老爷 四夫人 老太爷和老夫人有事要说 吩咐了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曾雨薇连忙道 四老爷已经有些日子没给老太爷 老夫人请安了 今天是特意早回的 既然父亲 母亲都在 那我们更要进去了 说着 就要迈步踏进院子 脚步还未落地 就见看门的两个婆子堵在了他面前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下人还敢拦 曾雨薇一下就怒了 你们好大的胆子 连我和四老爷也敢拦 这时 石老夫人身边的安嬷嬷走了过来 安嬷嬷和徐嬷嬷一样 都是石老夫人的陪嫁和心腹 石正坤一看到他 立马上前 嬷嬷 我想进去给父亲母亲请安 劳烦通传一声 安嬷嬷笑道 四老爷 老夫人这段时间身子确实有些不舒服 等他缓过来了 自然会见你的 你和四夫人还是先回去吧 曾雨薇还想说什么 被石正坤拦下来 好 既然母亲要休息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劳烦嬷嬷带我向父亲母亲请个安说完 就带着曾雨薇离开了 两人刚走到岔道口 就看到石正茂和石大夫人朝这边走了过来 曾雨薇想上前打招呼 可石正坤却拉着他躲到了旁边的树荫下 相公 你这是 石正坤没回答 只是默默地看住石正茂和石大夫人 看到两人进了一响堂 脸色瞬间变了 一定出了什么事 不然父亲母亲不会不见我的石正坤看向曾雨薇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忙 无暇顾及家里 你好好想想 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曾雨薇想了一会儿 摇头 没有啊 要说奇怪 上次母亲突然去咱们院里见你 算吧 石正坤想起来了 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 母亲就不再见他了 算 你快让人去打他一下 问问那天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母亲不会无缘无故不理他的 一定是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曾雨薇的父亲是正四品大理寺少卿 品级虽不是很高 可却是真正的实权官员 娘家强大 是以石府有不少下人亲近曾雨薇 府里的消息 曾雨薇还是很灵通的 曾雨薇和石正坤回了一文院没多久 陪嫁丫鬟就打探到消息了 什么 母亲来咱们院子那天收到了蒋家二舅舅的来信 难道是蒋家出事了 不对 若是蒋家出事 母亲为什么不见我呢 石正坤真的糊涂了 蒋家远在西北边关 他实在想不到蒋家来信能跟他扯上什么关系 曾雨薇又道 对了 今天蒋家那边又来信了 听说母亲看了信之后 就立刻派人去请了父亲去 两人待在屋子里半天都没出来 我们去请安 被拦在了院外 可大哥大嫂却进去了 莫非蒋家真的出了什么事 让大哥大嫂去商量的 也不该啊 这是没必要瞒住我们吧 夫妻俩都十分困惑 沉默了一回儿 石正坤突然起身往外走 我去一趟二姐那里 父亲母亲不肯见我 总不会连二姐都不见 曾雨薇忙不迭点头 对对对 二姐和你关系最好了 他出面肯定能打探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响堂 石老夫人 石老太爷坐在临窗的炕上 石正茂和石大夫人 分别坐在两人下手方的椅子上 石正茂和石大夫人正在看信 这一次他们总共收到了四封信 一封是蒋大夫人写的 一封是蒋安邦写的 另外两封是石年和徐嬷嬷写来的 蒋大夫人因在李家被多次顶撞 加之受了蒋安泰的影响 信中内容多有表露 对李长森一家的不满 蒋安邦则是多站在李长森一家的立场上说话 并表露了他十分喜欢李家的四个孩子 石年和徐嬷嬷不敢在信中发表自己的看法 相对公正地将登门认清那天 他们和李长森一家的谈话全部记录了下来 通过四个人的信 石老夫人四人大致能还原出了那天的见面场景 屋子里四人的反应不一 石老夫人淡然自若地坐在炕上 不羁不徐地往香炉里添加香粉 抗击对面的石老太爷则抿住唇一言不发 石正茂看完信后 眉头拧成了疙瘩 而石大夫人则是眉梢高挑 面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意外之色 李长森一家不愿意回石家 还真是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不 也不能说他们不愿意回石家 他们是要名正言顺地回来 名正言顺地回来 就得对外公部当年孩子被抱错的事 到时候 石正昆是必要受到影响 说不定还会因此和石家起了嫌隙 对于这一点 石正茂很清楚 就因为清楚 所以有些恼火 这个李长森 什么李长森 那是你弟弟 姓石 不幸李 石老夫人挟了一眼 石正茂 石正茂一言 那我叫他石长森 石老夫人没说话 继续捣过着香炉 石正茂默了默 长森 长森他这不是让我们难做吗 石大夫人明白丈夫的想法 他也是同样的观点 见石老夫人和石老太爷都没说话 想了想到 长森一家长在外头 想来很多事都没人教导过 家里的男储不明白 也是情有可原的四弟如今入治汉陵院 汉陵院那是皇上和文武百官都颇为重视的地方 若是曝出四弟不是石家的儿子 怕是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父亲 母亲 要不再让大舅母和二舅母过去和长森好好说说 说通了 想来他们一家会理解家里的难处的石老夫人头也没抬 他们要一直不理解呢 石大夫人愣了愣 有些摸不准婆婆到底是什么态度 看了看丈夫 没再说话 石正茂直接问了 父亲 母亲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真的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四弟不是亲生的 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这些天你们不肯见他 他都无心当差了 老师跑来问我 你们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言语很是关切 四弟从小就是个要强的 要是知道自己不是石家的儿子 这让他如何自处 接回长森这无可厚非 可是因此让四弟和咱们离了心 这就得不偿失了呀 石老夫人看了看石正茂 那你说说 这是该怎么办 石正茂 我也是那个意思 让大舅舅他们再出面和长森好声说说 石老夫人又问 要是说不通 就不认了 石正茂一夜 母亲 我不是这个意思 舅舅他们要是都说不通 那我亲自跑一趟荣城 石老夫人笑着摇了摇头 若是你大舅舅出面都说不动 你去了也白去 好了 你们下去吧 还没听到父母决定 石正茂不想就这么走了 还想说什么 就被起身走到身边的石大夫人拦住了 相公 我们先回去吧 石正茂不亲不愿地跟住石大夫人出了一响堂 你怎么回事啊 我还想再问问父亲母亲的想法呢 石大夫人 你还没看出来吗 父亲 母亲怕是早就有了决定了石正茂愣啊 什么决定 我没看出来啊 石大夫人叹了口气 你难道没发现这次母亲很镇定吗 人只有拿定了主意才不会烦了 母亲啊 已经有决定了石正茂连忙到 那他们的决定是什么 石大夫人摇了摇头 虽然嫁到石家已经二十来年了 可是对上婆婆 她还是很难猜到她的心思 认回亲自儿子 这是肯定的 也是作为一个母亲该做的 这一点她丝毫不怀疑 可是是秦男就男在牵扯到了四弟 四弟可是石家花费了大力气培养出来的 认回李长森也就算了 可要因此影响到了他前程 对他 对石家 都是损失 石家先不说 李长森名正言顺地回来 肯定会让四弟受到影响 他心里估计很难不起疙瘩 一个是精心养育前途正好的养子 一个虽是亲生儿子 可长在军户之家 估计也难有什么本事 帮衬不到石家 若是看中家族利益的人 肯定知道该如何选择 可是婆婆不是一般人 她还真猜不到她会怎么选 你真的想好了 等长子长袭离开后 一直沉默的石老太爷开口了 石老夫人点了点头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我们为能保护好孩子 让孩子被人调包 是为人父母的失误 是大错 就得面对今天的难处 既然错了 就不能一错再错 之前是我没想周全 不该在没决定 如何安排郑坤之前 就把十年和徐嬷嬷派去荣城的 孩子确实不能不清不楚地 被接回来 因为我们 那孩子已经坎坷了三十多年 如今我们不能再让他 继续受委屈了 石老太爷有些迟疑 可是郑坤那边 石老夫人叹了口气 可却神色坚定 按理说他是无辜的 可是他夺走了属于长僧的人生 没错也错了 他得为他爹娘的贪婪付出代价 他承受的一切非议 是他爹娘造就的 不是我们石老太爷再次叹气 孩子抱错一世被闹开 郑坤怕是要和我们离心了 石老夫人对此倒很看得开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再亲的儿子也不能保证 会跟父母一直亲近 对于郑坤 我们问心无愧 他是我们儿子的时候 我们尽心教养 他不是我们儿子了 那也是养子 若他有心 一直和我们亲近下去 我们欢迎 若是疏远了我们 也没什么好怪的 石老太爷常常一探 石家在我手里 真的要没落了 作为武将石家 要么一直在军中拥有诗权 要么家中有人能读书 靠诗书传家下去 前些年因为被上头打压 家里费了大力气 才让长子在兵部 谋了个从无品云外郎的职位 如今他还活着 府里还有个伯爵之称柱 一旦他去了 没了伯府的名头 他都难以想象 石家会衰败成什么样 好不容易供养出一个汉林学士 居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石老夫人垂住眼眸 有些是难说得很 汉林学士就算入了皇上的眼 也要从低品官员做起 很多人终其一生 也就是个编撰 未来的事情你我都说不准 咱们能掌控的只有当下 孩子必须接回来 这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 要是任由他在边关 日后去见了列祖列宗 你都没法交代 石老太爷没在说话 石老夫人突然笑了起来 别说 长僧一家还真让我意外 原以为长在边关 缺少教化 长僧一家会没什么见识 没成想他们倒是给了我个惊喜 石老太爷太眼看了看老七 怎么就是惊喜了 石老夫人反问 怎么不是惊喜了 若是咱们家一上门认清 他们就乖乖跟住回来了 固然是听话 可你不觉得少了些什么吗 说着 笑了笑 大嫂那人我是知道的 道理一套一套的 长僧的几个孩子 没被他绕进去 还敢和他对猪干 就这脾气 就该是我的血脉 二哥说 长僧的小女儿特别像我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见他们了 石老太爷 没石老夫人这么心宽 一想到石家的前路 他就头疼得厉害 郑坤那边你去说 还是我去说 石老夫人默了默 今天曾氏都想硬闯进来了 想来这两天 他们就会找过来的 我来说吧 第二天一早 石老夫人和石老太爷 刚吃过早饭 就听丫鬟禀报 女儿石玉华回来了 石老夫人挑了挑眉 看向石老太爷 我还以为郑坤会自己过来问呢 没想到把玉华给搬回来了 也好 这是石家的大事 家里人都该知道的第72章 石家众人 作为伯爷 石老太爷虽最爱种嫡妻 可房里也是有妾室的 除了石老夫人 还有两个姨娘为她生下了孩子 石老夫人总共生了三子一女 嫡长子石郑茂 嫡长女石玉华 嫡次子石郑坤 以及嫡妞子石郑叶 两个姨娘和姨娘生了一子一女 庶女石玉文和庶子石郑德 孔姨娘只生了一个女儿 庶女石玉卢 四子三女 石老太爷的子嗣还是颇丰的 七个子女 按照出生顺序叙齿 石郑茂行一 石玉华行二 石玉文行三 石郑坤行四 石郑德行五 石玉卢行六 石郑叶行七 随着子女各自成家 孙子孙女们的出生 石家的枝叶越发繁茂了 这一点 石老太爷还是十分欣慰的 因为石玉华的回来 石老夫人派人将四个儿子儿媳 都叫到了一响堂 人一到齐 石老夫人就开口了 家里出了点事 本来我想等你们都休幕的时候 再告诉你们 可今天玉华回来了 索性就一并说了吧 郑茂 郑坤 你们身上都是有差事的人 不好让别人等 还是派个人去请个假吧 一天还要请假 石正坤顿时心中一紧 一无所知的石正业和石正德 则是有些面面相去 曾与威几个儿媳 看了看石大夫人 见她面上并没有什么异样 稍稍放了心 都压下心中的好奇 默默地陪坐在各自丈夫身边 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石玉华见石老夫人 和石老太爷都紧绷着脸 笑着出来活跃气氛 母亲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和父亲怎么都这么严肃 石老夫人看了一眼石正坤 将蒋安邦上次来的信 拿了出来 直接递给了石玉华 你是姐姐 你先看吧 石正坤被石老夫人 看得心头一颤 等看到石玉华 看了信后 越来越惊讶的面容 心中就越发不安了 不可能 石玉华边看边摇头 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不可能 还没看完信 石玉华就极力否认了起来 母亲 二舅舅一定是弄错了 正坤怎么可能不是石家的儿子 这话一出 屋子里的人顿时为之一阵 除了一开始知道的石老夫人 石老太爷和石正茂夫妇 其他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石正坤身子晃了晃 几步上前读过石玉华手中的信 然后就飞快地看了起来 越看脸越白 曾宇威这个时候也坐不住了 也快不来到石正坤身边 和他一起看起了信 怎么会这样 信看到一半 曾宇威就有些崩溃了 他嫁的人不是石家的儿子 而是一个君户之子 石玉华和石正坤的感情最好 见石正坤拿着信的手都在抖 心中不忍 连忙看向石老夫人和石老太爷 父亲 母亲 一定是弄错了 对不对 石正坤也飞快地抬起了头 祈求地看住石老太爷和石老夫人 万分希望这只是他们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 可是 他失望了 看住石老太爷和石老夫人认真的眼神 石正坤崩溃了 他没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怎么可能不是石家的儿子 小时候的一幕幕 他至今还有记忆 石府就是他的家啊 我不相信 父亲 母亲 我不相信 说完 石正坤就一把江信拍在桌子上 转身跑出了屋子 曾宇威愣愣地站住 同样一副无法接受的模样 石大夫人见了 叹了口气 起身将其扶到椅子上坐下 曾宇威一把抓住了石大夫人的手腕 急切地求证道 大嫂 这不是真的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蒋家舅舅弄错了 对不对 石大夫人看了看公婆 探声道 石管家和徐嬷嬷现在都在荣城 他们见到了长森一家 长森长得像二舅舅 他的女儿还酷似母亲 错不了的曾宇威还是直摇头 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多得去了 只凭这一点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石大夫人面露同情 可是石管家还去了天领屯 见过了李家人 四弟四弟的眉眼和那李老爹也颇畏相像的 若果只是李长森一家像石家人 确实是稍显证据不足 可是石正坤也长得像李家人 这就让人无从辩驳了 曾宇威接受不了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没和石老太爷 石老夫人说一声 就快不离开了 母亲 四弟没她 石老夫人没有计较 摆了摆手 让他们都静静把石玉华再次拿起了信读了起来 读完之后 仍然不想相信 父亲 母亲 舅舅他们真的没弄错吗 石老夫人看了他一眼 你大舅舅行事素来稳重严谨 这种事 若非他证实了 他是不会告知我们的说着 又将石年和徐嬷嬷的信拿了出来 这是石管家和徐嬷嬷嬷的信 他们总不会乱说话的 你们也看看吧 石正业和石正德从镇惊中回神 也加入了看信的队伍中 等所有人将信看完 虽不如石正坤那般崩溃 但震惊还是一于言表 石玉华看住石老夫人和石老太爷 父亲 母亲 若孩子真报错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石老夫人淡淡地看了看他 什么叫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那是你亲弟弟 自然是要接回石家的 对于那个长在军户之家 从未见过面的弟弟 石玉华实在没法共情 倒是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石正坤 很是不忍和同情 那正坤怎么办 石老夫人淡淡道 他若还愿意留在石家 那就是石家的养子 若是不愿意 就随他去一听这话 石玉华和石正业 几个都有些震住 石玉华急切地起身 走到石老夫人身边 母亲 需要这样吗 接回那个什么李长森 我不反对 但是正坤这边 不需要做得这么绝霸 石老夫人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 不愿意地看住石玉华 你和正坤感情好 我理解 可是 长森才是你亲弟弟 这一点你最好搞清楚 什么叫我们做的绝 我不过是将选择权交给了正坤 他要走要留 都随他 我和你父亲尊重他的决定 石玉华急了 母亲 我不是这个意思 接回李长森有很多办法 不一定非得说正坤 不是石家的儿子吗 石老夫人听明白了女儿的意思 摇头道 可是他确实不是要说着 点了点桌上的信 而且他也已经知道了 你是怕他和家里起嫌隙 对吧 可是 即便我们不对外公开 他和我们也回不到从前了 玉华 对于人力不可畏之事 多做多错 尤其是不能自欺欺人 接你弟弟回石家 这是我和你父亲 为人父母应尽的责任 至于正坤如何对石家 就交给老天来安排 把石玉华听石老夫人这么说了 知道父母早就已经决定好了 心里有些烦躁 那里长森长在边关 还是一军户 估计什么都不懂 他回了石家 咱们家怕是要成为京城的笑柄了怕 石老夫人重重地将手中的茶碗 放在了桌子上 冷冷地看住石玉华 只把石玉华看得心虚低头 我念你在婆家不易 这些年少有说你 倒是纵得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这话是你一个当姐姐的说的吗 石玉华有些不服 我不说难道就不会发生吗 母亲 京城的人是什么样子 你比我了解吧 亲生儿子被抱错 还一错三十多年 还长在边关军户之家 我现在都能想象到 咱们家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的场景了 使老夫人默了默 京城从来不缺八卦 咱们家又没什么人关注 就算被人说几句 也是不痛不痒的石玉华哼了哼 可是我婆婆和轴里会大肆取消我的 这话时老夫人难得的没有接 因为石家的没落 三个姑娘在婆家的日子都有些不好过 石玉华心里不高兴 不好和父母争执 看到沉默不语的石正业和石正德 当即转移了对象 五弟 七弟 这是家里的大事 你们倒也说句话呀 石正德身为数子 很清楚自己在家里的分量 事关嫡母的儿子 轮不到他插嘴 当即就到 我听父亲 母亲的石玉华也没指望他 看向石正业 七弟 你怎么说 石正业沉吟了一下才到 既然是孩子被抱错了 我觉得最好还是各归各位 石玉华一听这个 顿时火了 各归各位 你难不成还想让郑坤回边关 当那军户的儿子去 石正业当即到 本来就该这样呀 任祖归宗嘛 石玉华冷哼道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 郑坤回了李家 纳世家这么多年对他的养育 可全都白费了 石正业最讨厌别人说他读书读傻了这句话 语气也不好了起来 我是没二姐你聪明 既然你这么聪明 这么舍不得石正坤 那你来处理这事呀 既能把青丝哥接回来 又能不得罪石正坤 你倒是做一个给我看看 哼 两头都想讨好 你有那个能耐吗 你 石老太爷一巴掌派在了桌子上 打断了姐弟俩的争吵 行了 这是我和你们母亲已经决定好了 今天只是知会你们一生 没让你们发表意见 说着 看向石玉华 你回来不就是为了打听这事吗 现在事情已经知道了 赶紧回魏家去 免得你婆婆和轴里又挑你错出了 石老太爷一发话 石玉华就算心里不愿 也不敢再多说了 既然打算名正言顺地接回李长森 石老太爷和石老夫人 也就没想隐瞒当年孩子被抱错一事 于是 今天的谈话像海啸一般传遍了整个石府 为此引发了一波热烈的讨论 与此同时 荣成 李家 下学回家 李七郎又跑来找李武鸦了 姐 这都快半个月了 蒋家那边都还没动静 他们不会是真的不想任我们了吧 李武鸦在擦拭琴弦 今天他又学会了一首新曲子 心情大好 只是一点子血脉关系而已 又没有感情 不认就不认呗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说着 顿了一下 对了 你觉得爹这些天的情绪怎么样 李七郎 我瞧住还挺好的啊 不过就是有些爱走神 姐 你说爹心里是不是挺想任石家的呀 李武鸦沉默了 他爹应该是想认清的 他娘曾说过 他爹以前那么任劳任怨的为李家做事 就是想得到李老爹 李老娘的认可和关心 他爹应该是很渴望得到父爱 母爱的 李七郎叹了口气 其实 我也挺想去京城的说着 目录向往了起来 京城是皇上居住的地方 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李武鸦回了一句 也会有人多麻烦 高门大户里的人多 人多是非就多 你觉得你应付得来吗 李七郎怯了一声 捏了捏拳头 我还怕他们不成 李武鸦 有些事吧 不是拳头硬就能解决的 像京城那种贵人遍地的地方 很多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但是 还是那句话 高风险高回报 在京城 也会有我们在荣城 永远都无法接触到的 美食美景 李七郎撞了撞李武鸦的手臂 姐 你心里也是想认石家的吧 李武鸦淡淡一笑 大方承认 人往高处走 有捷径可走 我自然也是懒得一步步往上爬的马 李七郎皱了眉 那现在怎么办 蒋家那边不理我们了 难不成我们还得巴巴地求上门去 我们和他们掰手腕 是不是掰输了 李武鸦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心急 这是才哪到哪 我们还没出招呢 如今只是在被动地 再等着他们选择 说着 拨动了两下琴弦 既然爹想认清 而回了石家 又确实对我们有些好处 我们得主动一些李七郎 主动做什么 李武鸦 主动展示一点价值出来 让蒋家不得不先低头 来让我们李七郎 有些跃跃欲试 怎么展示 李武鸦沉默了一下 爹娘不好操作 还得我们四个来 蔡总督和庄将军 如今还在荣城 七郎 你现在去找商老九 让他打探一下 两人的行程 好 我马上就去第七十三章 惊诧不断 李武鸦刚决定做点什么 还没来得及和兄姐商量 第二天中午 和李二鸦下课 回家吃饭时 就被人拦在了巷子里 你们是谁 拦我们的路做什么 李二鸦拉着李武鸦 戒备地看住面前的锦衣少年 少年看上去比李三郎大些 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后带着四个小丝 你们两个就是李长森的女儿 蒋子孝下巴高台 双臂抱胸 眼眸朝下 邪逆着李二鸦和李武鸦 见两人又黑又土 嫌弃地直摇头 李武鸦好奇地打量住面前的二百五 在他开口的瞬间 就猜到他是蒋家人了 眼珠转了转 故作凶狠道 我们是谁 关你什么事 好狗不挡路 诗像地赶紧让开 不然姑奶奶让你吃不了 多着走 蒋子孝顿时瞪大了眼睛 好家伙 今天他见到比他还嚣张的人了 他嚣张 那是他有这个资本 背后靠着蒋家 再说了 他也不是对谁都嚣张的 这黑小土妞凭的是什么 难怪我祖母被你们气得连饭都吃不下 你们果然少教李武鸦立马回对了回去 我们没教养 你以为你好得到哪里去 拦两个小姑娘的路 你可真能耐蒋子孝没想到李武鸦嘴巴这么利索 气得不行 你们爹娘呢 也不管管你们 就让你们这么出来 也不嫌丢人 李武鸦直接来了一句 关你屁事 蒋子孝怒了 他这个暴脾气 边露衣袖边大步走向李二鸦和李武鸦 一副要上前打人的模样 李武鸦一见他这样 顿时惊叫着躲到了李二鸦身后 姐 他要打我 快 揍他 李二鸦也大概猜出蒋子孝的身份了 看住李武鸦的表演 有些不解 但见李武鸦不断地识眼色 没说什么 一脚踩在地上的木棍上 木棍弹起 稳稳地落在了他的手中 然后刷的一下指向了靠近的蒋子孝 距离姐妹俩只有一米多的蒋子孝骤然驻步 明明只是一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木棍 握在黑大土牛手中 竟散发着剑一般的凌厉气势 蒋子孝有被震住 为了掩饰心中那丝被吓到而涌出的难堪 伸手就要去夺木棍 装什么装 啪 木棍狠狠地抽在了他手背上 你 蒋子孝愣住了 黑大土妞竟敢打他 不仅蒋子孝被惊到了 他身后的四个小丝也惊了一跳 等他们反应过来 立马朝住李二鸦和李五鸦围了过去 不等蒋子孝制止 李二鸦手中的木棍就挥动了起来 啪啪啪 只见木棍举起落下举起落下 三下五除二 不过片刻的功夫 四个小丝就躺在地上哀嚎了 蒋子孝有些傻眼 蒋家的小丝可都是有功夫在身的 黑大土妞可以啊 看住比他挨了一头的李二鸦 蒋子孝突然来了兴趣 举起拳头就朝他攻了过去 然后他体会了一遍竹笋炒肉的滋味 啊 啊 啊 李二鸦挥动木棍的速度太快 蒋子孝怎么也躲不过去 被抽得跟个猴似的 上蹿下跳 偏偏李五鸦还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让蒋子孝十分没面子 不好就这么逃走 愣是生生挨了几时下打 最后实在扛不住了 才逃也式地跑了 走的时候还不忘放狠话 你们给我等住 李五鸦大声地回道 等着就等住 今天你也就运气好 没遇到我哥和我弟 要是他们在 非打得你屁滚尿流不可 等蒋子孝带着小丝跑没赢了 李二鸦才看向李五鸦 干嘛激怒他 李五鸦挽着李二鸦的手 边朝着家门走去边解释道 我这不是见蒋家和咱们家 僵持住了吗 李二鸦看了眼李五鸦 你之前不是对认清一事 并不上心吗 李五鸦认清对咱们家力大于弊 爹本来就是石家的儿子 回京名正言顺 既然这样 为何不认 前天我看了下神农堂的账簿 要没少买 可是除去成本 要不估计对半年后才能开始盈利李二鸦不解 这有什么不对吗 李五鸦摇头 没什么不对 我就是想说 做什么事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财富 地位 都无法一蹴而就 回了石家 可以缩断我们积累的时间 李二鸦沉默住没说话 李五鸦继续道 认清这事 总得有人先低头 一汪死水可不行 今天姐你就是往死水里扔石头的人 蒋家是武将石家 家中二郎从小就得练武 瞧刚刚那家伙的身手 应该是个六品舞者 六品舞者虽不能和顶尖高手相比 可放在十多岁的少年身上 也算是拿得出手了 可是 他却被解你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你说蒋家人要是知道了 会有何反应 蒋家 蒋大夫人看到蒋子孝一瘸一拐 呲牙咧嘴地回来 连忙上前询问 紫孝 你这是怎么了 被一个比他少了好几岁的小丫头打了 蒋子孝觉得丢人得很 善孝柱想要将这事给糊弄过去 可蒋大夫人却一把抓住了他被打的手 顿时让他疼得大叫出声 天啊 这是谁打的 蒋大夫人注意到 蒋子孝手背上有一条刺目的淤青 顿时急了眼 将蒋子孝的衣袖往上一掀 发现手臂上也好些红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紫孝 谁打的你 动静太大 屋子里的蒋大老爷也被惊动了 看到蒋大老爷出来 蒋子孝知道这是瞒不过去了 你说什么 是二丫把你打成这样的 蒋子孝任由丫鬟给自己处理伤口 低声羞愧地将他去李家的事说了出来 听了孙子的回答 蒋大老爷和蒋大夫人都愣住了 面面相去地对视了一眼 紫孝可是孙子中练武最有天分的人了 不过十七的年纪就已经是六品舞者了 在荣成青年一辈中算是佼佼者了 可是现在他们引以为傲的孙子居然被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给打了 蒋大老爷起身亲自查看了一下蒋子孝手臂上 小腿上的红痕看过之后倒也不怎么担心 这些红痕看住恐怖 其实并没什么大碍 疼上几天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躲 蒋子孝跨住脸 我想躲的 可是躲不开呀 那黑大土妞出手的速度快得很 我还来不及反应 棍子就抽了过来蒋大老爷 眸光闪了闪 能把子孝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二压的伸手起码在七瓶以上 一个姑娘 年纪还那么小 居然有如此伸手 你那四个小丝也都是二压打的 蒋子孝闷闷地点了点头 祖父 黑大土妞下手太黑了 刷刷刷几下就将蒋十一他们打得倒地不起了 他们身上的伤比我的还要重蒋大夫人看了看蒋大老爷的脸色 纠正道 什么黑大土妞 那是你表妹 以后不许这样叫了 蒋子孝撇了下嘴 没敢反驳 祖父祖母 那黑小 那五鸭 他还说我今天运气好 没遇上他哥和他弟 要不然非把我打得屁滚尿流不可 说着 求证地看住两人 祖父 他们一家不就是普通军户吗 那两兄弟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五鸭是在说吹牛 对不对 这个 蒋大老爷也无法回答 为了培养家里的几个孙子 蒋家可是费了大力气的 不但花费了大量的银子 还四处寻找强身健体的药材 因此还欠下了不少人情 他们家培养舞者都这般费力了 李长森一家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是怎么养出七品舞者的 李二鸭还只是女儿 她都这么厉害了 那李三郎和李七郎呢 这时 蒋子孝身上的伤处理好了 蒋大夫人连忙叫人送她回房休息 等人走了 蒋大夫人才惊叹到 二鸭尽会功夫 还比子孝都厉害 这还真让人意外 蒋大老爷双眼瞇了瞇 人往高处走 这是人的本能 我相信李长森一家 应该能想到回世家 对他们会有哪些好处 可是这段时间 你看看他们一家的反应 该干嘛干嘛 别说这急了 比我们都还淡定 我一直想不通 他们到底为何这般硬气 说着 想到了什么 立马将蒋盛叫了进来 你再去打探一下 李三郎报考武学馆的事 随即又摇头道 算了 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吧 辅学那些人 估计不会买奖上的账 他去 恐怕才能得到确切的消息 蒋大老爷找了些人 当天就得知了 年初李三郎名额被抵一事 这一下 他对李长森一家重视了许多 李长森三十多岁的人了 发展的黄金时间已经过了 未来享有所成就太难 但是李三郎和李七郎还小 真要能力出众 好生培养一番 是可以博出个好前程的 出息的儿孙 才是一个家族发展的根本 那一家子那么有底气 看来是对自身很是自信了 觉得就是不回十家 也能有好前程 蒋大老爷 心思活了起来 本来他还想继续 亮住李长森一家一段时间的 可此刻他改变了主意 决定亲自去会会那一家子 然而还没等他有所行动 第二天蒋大老爷吃过早饭 正在院子里打拳 蒋子孝就飞也式地跑了过来 祖父 不好了 李三郎在跑马场和都指挥使家的 崔永峰打起来了 听到这个 蒋大老爷面色猛的一变 怎么回事 蒋子孝快速回到 李三郎在跑马场驯马 崔永峰看上了他的马 想要买 可李三郎不愿意 然后崔永峰就让人将李三郎围了起来 我一看到 就立马回来告诉您了 蒋大老爷眉头拧成了疙瘩 竟会惹事 蒋子孝 现在怎么办 崔永峰那家伙最是嚣张霸道了 他怕是不会放过李三郎的蒋大老爷 恼火归恼火 但还是快速回屋换衣服去了 到底是小妹的孙子 出了事蒋家不能不管 蒋大老爷换好衣服后 就带着蒋子孝直奔跑马场 刚到门口 就看到了蒋安邦的小思 蒋安邦一直派人盯着李长三一家 李三郎和崔永峰起了冲突 立马就有人告诉他了 蒋安邦担心李三郎出事 起了快马过来 比蒋大老爷先到一会儿 二老爷呢 小思见蒋大老爷一脸住击 连忙到 大老爷没出事 二老爷和李三郎 李七郎被蔡总督和庄将军请去喝茶了 什么 蒋大老爷愣了愣 随即快步走进了跑马场 然后就看到了跑马场看台中央 和蔡总督 庄玉堂坐在一起的蒋安邦 李三郎 李七郎 李三郎 岑 ボnt